应该说美国在对中国媒体采取的这个措施呢 在国际关系当中 特别是在政府对外国驻自己东道国 这个外国媒体的政策当中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已经是一种超冷战的一种措施 那么为什么对中国这个所谓列管的五家机构 采取人员限制呢 这里面有两个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中国驻美机构 尤其是五家主要的媒体机构呢 它在美国进行新闻报道的影响越来越大 尤其是这个英文平面的这个报道 它的影响越来越大 整个的在美国的这个新闻机构当中 大庭有这么三种 一种呢就是左派的美国当地机构新闻媒体 一种呢是右派的美国当地新闻媒体 这两派呢在美国的受众当中呢 都越来越可信度都越来越低 那么相对而言呢 外国驻美国的新闻机构 它的报道尤其是国际新闻报道 就更容易受到左右两边受众的这种青睐 或者至少是关注 那么这样看呢 就是说外国驻美国的新闻机构 以及它的报道内容 它在美国当地的影响在上升 那么对于外国机构 这新闻媒体在美国影响上升呢 美国突出关心的是两个国家 一个是俄罗斯在美国的新闻报道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从特朗普上台以来 他的从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已经明确的列明了 说美国从现在开始 也就是说从我特朗普开始 美国的首要威胁不再是恐怖主义 首要威胁现在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挑战 因此呢就是当他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主要战略挑战的时候 那么俄罗斯跟中国的新闻媒体自然也被列为了一个威胁的源头 美国政府把这个中国媒体也按照俄罗斯的办法 也列为了所谓的外国政府代理机构 比如说我们的记者住在那里 美国人管理上就你今后不再是记者了 你是跟外国政府派过来的住当地的外交官或者是官员是一样的 你所进行的采访活动就不是新闻活动了 而是政府的政治活动 那么这样的一个框架和金箍咒一带上 自然就严重妨碍了中国记者在美国的正常的新闻采访和新闻报道活动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最近中美在对待美国记者问题上产生的这种摩擦 使得美国国内尤其是国务院内的反华势力进一步的采取措施 对中国施加压力 因此这两个原因就是这一次美国对中国媒体采取新措施的两个深层次的原因 那么这两个原因采取的这些措施呢 对当前的已经是高度紧张的中美关系复杂的中美关系呢 无疑是一种雪上加霜的这种作用 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破坏和影响也都是非常深远的 对当前的这种作用